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块种种地 撒点种子 种种菜 互相一起做一起吃一起种一起收 这也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 我叫庚婉 今年72岁 中在九十位 长在红旗下 我退休二十多年了 我是从2019年三月份 我召集了我们七家人 十四个 原来我们一块在北大荒下乡和战役 村在北京居住 准备在这平谷 体验一把抱团养老的生活 这里有个管家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 每月两千块钱 我们是赡养父母最后的一代人 因为那会儿子女多 家里有点事儿 大家互相帮忙 互相轮换 当初就是我还没退休的时候 我母亲就病重了 然后我们就护理 我们五个子女围绕在父母身边 可以互相轮换 你想自己将来怎么办 就是我们要到了这会儿 躺着这会儿怎么办 就想起这件事儿 孩子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家庭 你想不可能拖累孩子 就得依靠自己 咱们举杯祝贺 好 在这吃好玩好 高兴咱们愉快养老 过去一会儿酒有了 过去我们在一块儿说 一块儿都喝到一块儿去 都能喝 现在都老了 都敢喝了 好 我是六四年家乡 黑龙江省 保清县 所以那会儿就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跟比亚中农结合起来 当时就是一块儿 就可以分配到一个连队 大家就在一起劳动 初天收玉米 割大豆 就是互相之间 就比较熟悉 比较知己 我那会儿成家也是 我是我们连队可能第一家吧 一个人成家 大家都帮忙呗 这个买镜子 那个买盆 这个买碗 然后大家就凑了这么一个家 你家没有什么了 上你家哪去 或者我家缺什么了 需要的话 就很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一种生活 就觉得现在反复就是想起了这些 这一个是我们保障养老的基础 另一方面就是说 大家不会计较这些的事 就觉得好像顺理成章的 觉得应该的互相的帮助 所以我们五十多年前 就在一起生活嘛 那样苦的日子 大家都能互相帮扶着 能走过来 这个经历和感情嘛 在这儿 我们住进来第一天 大家挺有个新鲜感的 大家在一起 互相喊个外号 然后大家一起做饭 想吃什么做什么 我们一块种种地 撒点种子 种种菜 上午上周边玩 中午回来吃饭 下午休息休息 晚上然后娱乐娱乐 晚上会下来什么的 我们就晚上在那儿 坐着聊聊天 喝喝茶 天南海北吧 这也是我们 就是理想中的生活 像我们这一代 都是一家一个孩子 最多是两个孩子 是吧 他们都有他们的工作 而且他们的工作又特别忙 像我们年岁也大了 大家伙在一起呢 也是互相照顾 就是找些清头以合的比较好 就是摊得来的 不是那种硬性自派的 你好养老院 很多人不太熟悉 心肺也不太合 住在一起了 他这样就容易 产生一些矛盾 现在呢 估计也不会像 当初我们下乡时候 那么简单了 估计在这个运作中也会有 不能困难 遇到了再说吧 遇到了再解决吧 各个关节都动起来 咱这里边交流点知识 说你们的手机怎么 从简单的开始怎么上网 然后有点什么小故障怎么排除 怎么照相好 怎么自拍好 说大家就互相学习这个呗 耳明也有时候挺忙的 过不过来这个事 所以大家就互相 你知道点 救我我知 大家还是在一起 继续走 走下去 有事互相帮助 有困难的 共同克服 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 能活好每一天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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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